各位 我們開始上課 同學們安靜 我們今天主要要講三個女作家 丁欣 林書華跟丁玲 主要是講丁玲 但是講女作家之前 大家還記得 我們上一週還有一個男作家沒有搞定 這個約達夫還在沉淪當中 需要我們去拯救 我們讀他的第一部很長的 短篇小說 沉淪 知道這個留學日本的男主人公 我不知道你們看了周润發的電影沒有 這個男主人公 在日本非常苦悶 他自己覺得自己是沉淪了 當然了沉淪在小說裡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是 最後他在海裡跳海自殺了 那當然就沉到海底去 當然更明顯的意思是 他在道德上精神上沉淪下去 那麼他沉淪的四個標誌 我們上次都講了 他自慰了 偷窺人家洗澡了 在野地裡偷聽人家做愛了 最後跑到一個祭院裡 寫詩了 主人公認為這四個都是沉淪 我以前讀的時候也覺得它是沉淪 沒想到今天在座香港的同學們的道德標準 比較寬泛 我們上一課統計過 同學們基本上覺得 一三四都算不了什麼 是不是啊 只有第二條不能原諒 裝染沖涼啊 看人洗澡 這是沉淪 但是的問題是 我上一課結束的時候 留了一個問題給大家 大家要是注意看小說 男主人公看房東的女兒沖涼 房東的女兒發現了 就跑出去告訴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反應是什麼 哈哈大笑 這日本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啊 同學們 要是你們的家裡人 跑過來跟你說 他沖涼的時候 謝謝 他沖涼的時候 有人在看 你們的反應是什麼 你們怎麼做 憤怒 然後呢 就只是憤怒啊 啊 去廚房拿刀 對 廚房拿刀 哇這厲害 一下就拿刀啊 先拿棍子好不好 記住恐怖主義的一個標誌就是武力升級 同學們千萬記住這些道理 以後 假如今天在路上有一個人罵你 你正當的反應是什麼 罵他 他吐一個口水 你正當的反應是 回吐口水 那個要是正好沒有口水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他要吐你口水 沒筆 你可以 打他一下 或者他打你 你可以打 但是千萬不要升級的太快 記住哈 如果他打你一下 你拿出一根棍子 understandable 但你要是拿出一把刀 這叫武力升級了 明白沒有 他再拿一把槍 那根本 他當然也沒有 他只有玩具槍 請記住哈 所以他那個再生器 也就是拿一根棍子 但是他那個老爸 棍子也沒有拿 哈哈大笑為什麼 我上次就問 叫你們思考了一個禮拜了 同學們有沒有想出這個答案 為什麼哈哈大笑 為什麼這個房東的女兒 被人偷看了洗澡 這個房東在那裡哈哈大笑 誰回答得出加分 至少以後碰到類似情況 懂得應付 為什麼 有誰能回答嗎 為什麼哈哈大笑 為什麼不拿一根棍子 拿一個菜刀 或者 沒有人能夠回答 偷盔是一個什麼 對我女兒有好 我女兒身材好 所以你偷盔 她爸爸也是女性男孩子 她爸爸也男孩子 哇闺女啊 你將來嫁得出去了 你看這麼popular 問我呀 還有沒有別的答案 她想起來 我以前也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女兒 正好相反 天下的男人 都是想起自己以前怎麼不好 所以今天捨不得女兒 怕脫啊 這是余光中專門寫過文章的 所有跟我女兒 怕脫的男的都是壞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爸爸知道自己 原來是壞的 但是她不會笑啊 還有什麼原因 她笑 是因為日本的情緒裡有男女共譽的 對 那是正確的答案 日本呢 在明治大政年間呢 男女同育 共譽是一個普遍學校 最早我父親就告訴我 我父親去日本 30年代 他說這個育場男女在一起 本來日本人沒什麼 我跟妳講 世界上的東西啊 妳有人看 她才變成是秘密 沒人看 是沒有 沒人care的 這邊是男的 那邊是女的 無所謂 但是中國的留學生 一去呢 很好奇 哇這個好玩啊 那邊的女的都不穿衣服 他們就跑過去去看 一看呢 日本女生就害羞了 拿一個小毛巾一折折折折折 跑掉了 大家明白 妳被看 這個這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妳被看了 她才變得非常的害羞了 就像香港現在整天在講 報紙現在大陸也是 整天講走光啦 這個衣服怎麼沒穿好啦 還要露點啦 等等等等 還有很多人網紅 就把那衣服半脫不脫的賺錢了 妳要是一道法國的南部的海岸 比方加拿 比方尼斯 那很多人都不穿衣服 當然他們穿短褲 當然不穿上衣 女的也是 都在那裡曬太陽 沒有人看 人家就在邊上 沒有人看 你看著妳有毛病 大家明白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覺得被冒犯 所以日本呢 在那個時候 一直到今天啊 今天日本 他那個 你們去溫泉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 他男女其實是一個池子 中間象征性的拿一些篱笆 一些樹葉遮一遮 聲音都聽得見 所以呢就是 他有這個習俗 當然現在他們也追求 國際國際潮流 他們不同誉 但是他這個習俗是保留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男女是同誉的 既然男女同誉 有面後台在 大家明白 這個老爸笑 這個我打一個比方是這樣吧 就好像 我們現在同學們 我們現在去游泳池 去游泳池 男女都穿得很少的衣服 對不對 那無所謂你可以去 你們想到 假如有一個男的 他看到一個女的穿游泳衣 他在那裡偷窺 偷窺什麼 偷窺女的穿泳裝 你說這是不是很好笑 對不對 你有什麼好偷窺 你到游泳池裡 誰都穿泳裝 明白嗎 所以這個故事裡邊的這個情節 但是 為什麼作家要這樣寫呢 因為作家是一個中國的讀書人 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個留學生 中國讀書人 一方面對自己有一套道德要求 跟日本人不一樣 另外 有一個叫什麼 格物自知 什麼什麼 修生其家治國平天下 所以 我的身體 我的人 是有這麼一個用處的 因此 我中間 出現 各種問題 滋味也好 看人家洗澡也好 最後 什麼 都是犯罪 都是沉淪 大家明白 沒有 所以簡單的說 他犯的是一個普通人的錯 可是他以一個很高的道德的標準 來衡量自己 他覺得自己罪不可數 當然了 同學們還記得 肥皂裡的男主人公 我們上次專門討論過 肥皂的男主人公 他看不到自己的無意識裡邊 有性的要求 然後他買一塊肥皂 來轉移他這個東西 他們現在的不同 余達夫在那個時候 他的作品的意義 他的作品的不同在於 他 就是要知道 知道自己潜意識裡有這些東西 但是 他又覺得他是一個犯罪的 因此 他要把它克制 這跟傳統的文學 因為如果有人說 那個是色情 中國古代色情的作品 多了去了 金拼梅 肉普團 三菸兩拍 多了去了 但中國過去的態度是什麼 這個是不好的 是有害的 但是讓你們享受 享受完了以後 最後告訴你 美色從來長殺雞 多行不亦必自弊 對不對 最後那些和尚 肯定都死掉的 對不對 這是一種叫 勸善成惡的一個模式 而余達夫恰恰是打破 當然余達夫這個 受了幾個人的影響 我特別想講 時間不太夠 特別想講 一個是受了盧梭的影響 我專門寫過一篇論文 講 余達夫與外國文學 我覺得他受盧梭 大家知道 這個是一個法國的思想家 天賦人權 就是他提出來 跟盧梭最有名的一本小說 叫《忏悔錄》 我年輕時候讀過 這個忏悔錄啊 重點的寫 他這個盧梭自己啊 年輕的時候 喜歡一個比他年紀大的女性 哎 怎麼樣的 按今天來看法 很肉麻的各種各樣的變態的愛情 他把它都寫出來 大家知道盧梭這個 在西方思想界的地位 就像我們講 卡爾馬克思啊 啊 這樣講 弗洛伊德啊 這麼偉大的一個思想家 可他把他自己的心裡都寫出來 更重要的是他寫出來以後 他在他的忏悔錄的前言裡說 好吧 我把我不可見人的東西都寫出來了 讀者當中有誰可以說我是 他是比我高尚的 請站出來 大家聽懂了他的話意思吧 我這是我的很低下的東西 可是你們讀的人 你們有比我高尚的 請告訴我 所以這是一種法國的人道主義的一種自信 他認為人性當中有這麼一個東西 沒有什麼值得羞恥 這個約達夫是受他影響 不過約達夫的表現方式是 我羞恥我羞恥 但是他拼命表現他羞恥 其實骨子裡說明他是有某種自信 第二個影響就是日本的思小說 日本不僅說這個 大家知道這玉場男女的 日本文學裡邊寫信 歷來是非常厲害的 這個你們要看看諾貝爾得獎 穿端康城 就是 小說就是 這個姐妹愛上一個男的 這個非常 而且他日本有一個 一個小說 它叫絲小說 絲呢在中文裡邊 尤其在中國大陸是一個壞的字 豆絲批修啊 大公無絲啊 絲要消滅掉 我來香港的一個毀山關的標誌 就是看到一條路啊 貼了一個牌子 我記得我第一次 叫私家種地 閒人末路 搞什麼搞 我們從小只見過公共財物 不能破壞 私家還種地 還不能 香港正好相反 私家的地方不能進來 公家無所謂 大陸正好相反 對不對 私家隨便反 公家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但是私在日本裡邊 他其實沒有這個公私這個概念 他的私就是我 私 私 就是我 私小說就是寫自我的小說 所以把它翻的準確一點 就是自我小說 都是寫自己的小事情 啊 我早上起來了 我覺得 現在同學們寫的很多什麼微博啊 微信啊 這種基本上都是私小說 哎呀我今天頭暈啊 啊我今天我頭髮亂了 哎呀我不知道吃什麼好啊 哎呀我這個昨天買的襪子 顏色搞錯了 就是搞 這真是一個自我的東西 然後日本就是這種小說 約大夫受他的影響 其中特別影響的一個作家叫佐藤春夫 當然了這個人呢 後來跟約大夫吵架 在抗日的時候 他曾經 寫了小說是批評中國的 約大夫那個時候就斷交 但是在早期的時候呢 佐藤春夫跟約大夫 關係是很好的 呃成倫呢 我們上次講過了 他其實是兩個東西組成 他的大部分的內容就是青少年的 呃 零肉衝突性苦悶 但是呢他的少部分呢 是他的民族情緒 那麼其實呢 我們後來看到 約大夫的這種寫作呢 在中國現代文學 包括香港文學裡邊 一直都後繼有人的 我們等一下要討論的 沙菲女士日記 其實就是一個女版的沉淪 啊 就是 什麼叫女版沉淪呢 就這類小說 用今天網絡的一句話概括 叫 no do no die 做 大家明白 他講到底都沒有什麼大事情的 但是就是在那裡做 做的很痛苦 做的就是你們大家要注意他 這個no do no die傳統呢 自從約大夫開始 啊 大家明白我說的這個話的意思吧 這是英文哦 啊 我們兩文三語教學哦 no do no die 我都不知道這個桌應該怎麼寫 因為這個桌本來是上海話 啊 有人把它翻成座座的座 有人把它翻成座座的座 但總而言之呢 就是 簡單說就是發嗲啦 就是一點事情啊 比方說就喝個牛奶 他就說哎呀太熱了 一會兒太冷了 一會兒說這個牛奶牌子不好啦 一會兒說吃了牛奶會胖啦 一會兒說這個什麼什麼 總會搞一大堆 旁邊的人很難 我上海有個作家叫成乃三 他的老公叫姓岩 岩先生 那個岩先生曾經跟我講過一句非常準確的話 他說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作家 哈哈哈哈 後來我認識了我這個老婆 我就知道什麼叫作家 作家就是桌 尤其是女作家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當然這句話有點性別 政治不正確哈 我們批判男作家也挺桌的 比方說約達夫對不對 但約達夫的確他這個 香港後來有個作家 叫昆南 後夜桌的 啊 叫女朋友 一會兒男 青年 男女 尤其是男的 交女朋友 在最早的時候 交女朋友一不順利 就要怪很多東西 他在這個裡邊 留學生就怪自己國家 比方說 昆南將來呢 他怪什麼 他就怪 哎呀我家裡沒有錢 我家裡不夠錢 我的成績不夠好 啊 總之 世界上最大的矛盾是階級矛盾 民族矛盾 我們任何事情一碰挫折 再做男生 你看中了一個女生了 你要追她 一不成功 你第一就是這兩個標準 第一是 你看 我是香港人了 我是內地來的了 我什麼 你看從種族上找原因 第二 我不夠錢了 對不對 我這個你看 要是我很有錢的話 他肯定 其實女生不是這麼想的 可是男的 自卑的時候 他一定往這個兩方面來拉 那反過來 中國人在日本 又特別容易感到 這個是我個人的體會 中國人在全世界 在過去的一兩百年 的確是有自卑的 的確是被人看不起的 一直到今天 即便現在西方人好像很看得起 什麼事情都要提一提中國 但是 有很多話 都是代由 但是 我上次講過了 留英美回來的沒有那麼強烈的反對 英美回來是比較溫和的 偏偏留意回來的都是激烈造反派 為什麼 日本這個環境 日本這個環境有兩點特別刺激中國人 我自己去的感受 第一點是 日本的國民性啊 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同學們 中國人呢 如果你去日 去美國 去南美 去南歐 你會覺得很親切 大家都是可偷懶 這偷懶 大家都是欺軟怕硬 這個自欺欺人 阿Q精神非常流傳 唯獨去到日本 當然還有德國這樣的國家 他們這個太認真 日本呢 這個 我記得印象 我給你們隨便舉個小例子 我去過一個油馬溫泉 溫泉 溫泉裡邊那個房間 不地的 旁邊有個廁所 他關照我 在房間裡 因為是榻榻米 你要赤腳 你一下來就要穿一個拖鞋 穿個拖鞋到前面 只有一米路 就有個洗手間 他特地關照我 到了洗手間呢 你不能穿這個拖鞋進去的 洗手間裡邊另外 有兩個拖鞋 暈不暈的 等於我下來 我要上個洗手間 我要換兩次拖鞋 然後你聚到那個洗手間 我坐下來 我當時就感悟 我說 怪不得鲁迅會想出要批判國民性 鲁迅要不是留學日本 就不會這樣了 因為這個國民真是跟我們不一樣 然後你去摸 所有你前後左右 能摸到的地方 沒有一點灰 我在那裡 京都參加過他們一個遊行 他們有一個節 穿和服的遊行 幾十萬人走一整天 到了晚上我去看一下 他們經過的那些橋啊路啊 都沒灰的 這個民族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樣 跟我們很不一樣 這是第一 第二 他長得跟我們很一樣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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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黑人或是白人 你說有個種族的看法 我們大家比較接受 為什麼呢 鬼呢 天山還鬼呢 長得都跟我們不一樣 這個 physically就是不一樣 感染不同啊 對不對 不要說他其實我 我其實他 反正是不同的 所以比較容易 但是日本人又跟你一樣 又跟你那麼不一樣 同學們隨便簡單 你到東京去坐地鐵 你在地鐵裡你去看 對面坐的一排的人 沒有一個人 大腿敲二腿的 這個你就叫 還有他們在車上也打瞌睡 但是那個 日本女人在車上打瞌睡的那個姿態啊 我專門觀察了一下 我說看你不打瞌睡 看你不打瞌睡 因為他們要做很久的路 45分鐘 跟我們這樣一坐 坐到原方啊 坐很久 那你上班又很累 打瞌睡 打的那姿態啊 我學是學不像 你們自己去觀察 他這個又很優雅的那個 你看到有人講電話大聲的 有人大聲說話的 中國人 所以日本人他 真的真的是很麻煩 我覺得是中日兩個病 我去了美國才發現 美國人跟中國人很相似 大家都很相似 隨地一坐啊 什麼什麼 所以在日本真的 特別容易感到 一大夫所講的這個焦慮 這個民族的這個這個壓力 尤其是那個年代 一文今天 我當然了我不是 我這個講課 我們不應該這個 鼓勵中日之間的不和 我平行說我這個 在日本很多朋友 我去過很多次 而且我去的時候是 中日非常友好的時候 日本人身上有非常多非常多 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香港同學都可以感受到了 你買日本貨 你去日本的店吃東西 都會感到格外的放心 細心 對不對 所以 約大夫實在不應該跳海 啊不是 約大夫沒跳海了 就是那個 陳倫啊 真的約大夫是沒有跳海的 他回來了 回來了以後 我要花很短的時間 講拍一個 因為這篇小說 在我整個講課當中很重要 我不能忽略它 那就是春風沉醉的晚上 藝術上來講 陳倫是很舒操的 文字是很拓塌的 春風沉醉的晚上是非常精煉的 小說很簡單 講一個很窮的人 找房子 找到房子 要跟旁邊一個女工希兒 在他的房間外 進進出出 那麼 後來呢 他跟那個女工差點好上 這個小說裡面有幾點 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點 當然約大夫那個時候是窮 但沒窮到這個地步 他誇張的 我是受他這個小說的影響 後來我到了國外啊 找Roomate 我曾經一度想找Roomate 我專門挑 我很幻想像他一樣 能找到一個隔壁房間的美女啊 因為美國這個 找Roomate下面寫清楚的 male only female only or both ok 什麼什麼 我也常常去 嘗試這樣找 完全是一個Dream 不大有可能 機會很低 啊 這個小說裡有幾點 我特別提醒大家注意 這個男的呢 很無聊 整天在那裡看書 這個女的呢 開始對他很提防 大家記得吧 你們想吧 一個單身女的住 現在外面一間 又這個房東又租給別人 又租給一個單身男人哦 這個男人又沒有工作的哦 無業遊民哦 你說這個女的當然害怕 對不對 所以開始幾天 女的沒跟他說話 後來終於有一天 女的跟他說話了 而且是女的先說的 為什麼女的跟他說話了 有沒有同學注意到 為什麼這個女的肯跟這個男的說話了 有沒有同學注意這個細節 那個女的注意到這個男的這幾天在做什麼 看書對了 大家明白沒有 啊 因為這個男的老看書 這個女的就對他有了好感 啊 同學們還沒好著手呢 男生看看 你們看 這樣的故事已經好幾次了 這個 子俊來找捐生的時候 捐生也看書 雖然他說 我是文字看不進去 對不對 這個裡邊的我也一樣 他其實也看不進去 但是就是他看書那個姿態 使得女的相信他 這個女的呢 他工廠裡做很苦 看上去這個故事呢 就像 這個子俊捐生故事有點像 是一個讀書人跟一個老百姓 女的是老百姓 男的是讀書人 對吧 然後男的要喚醒他 啊 說你這個工廠資本家 剥削你等等 可是這篇小說有個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這個女的反過來要救這個男的 我還因為這個男的晚上出去散步 其實這個跟我 我非常有喜歡這個小說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跟這個男主人公有一個 共同的毛病 那第一個毛病是幻想住 旁邊是一個女生啦 第二個毛病就 我喜歡晚上出去走路 因為我覺得這個這個世界啊 我爭不過人家 白天大家都是人 跑東跑去爭不過下 我唯有辦法 我不跟你們搶空間 我跟你們搶時間 所以你們不出來的時候 我出來 所以我喜歡晚上寫東西 寫東西呢 我喜歡出來走路 所以我常常晚上 我每住個地方 我周圍都是被我走透透的 當然在香港這個也很困難 我曾經跟同學們講過這個故事 要是你們聽過了 你們就再聽一遍 我曾經住在這個加州花園 這個半夜出來散步打覆稿 走累了我就在一個滑梯上 小孩玩的滑梯上坐在那裡 坐了一會兒 我發現後面有個巨大的狗 跟兩個尼泊爾的兵 站在後面 大家明白什麼意思了吧 這些尼泊爾的兵 現在是幫這個物院做保安的 你們想他們在半夜四點鐘 看見一個男人穿著短褲汗衫 坐在一個滑梯上 這是不是很可疑 對不對 我差點被他們抓起來 差點被他們抓起來 而且我身上沒有卡 當然我有個鑰匙 後來我開門進去 他才認 我沒法跟他解釋 我是半夜出來散步打覆稿 這個也沒法跟他解釋 但一樣的道理 這個小說裡的男的 因為晚上出去散步 被女的誤解了 以為他是三合會的 所以呢第二天呢 又看到他收到了一筆錢 五塊大洋 他翻譯啊 搞費 那個男的呢 也買了東西 請他吃 記住啊 兩個男女之間 一有吃感情就好了 哈哈 這個這個 我以後有很多例子告訴你們的 啊 只有鲁迅那個傻乎乎的 把吃作為愛情事業的對立面 把桌上的碗推開 繼續寫作 那個是鲁迅的那個啟蒙 後來的作家基本上都是 一吃就好了 而且不需要吃好飯店的 吃酥泡麵 這個才見爭感情的啊 結果呢 兩人一吃 那個女的就勸他 男的呢 後來就跟他解釋了啊 我這是翻譯啊 什麼什麼 女的態度馬上變了 大家知道那時候五塊錢 營養是很大的一筆錢 這個女的一個月都賺不到這麼多錢 然後他那個女的就跟他說 那這個什麼東西啊 你就多做幾個啊 他以為這個很容易 他就多做幾個 這個小說呢 是一個誤導的題目 第一次看呢 我們都會上大 題目叫春風沉醉的晚上 啊 這個其實是反諷 小說的題目 我們說過有兩種 一種是概括性的 一種是反諷的啊 像這個就是反諷的 祝福也是反諷啊 藥是概括性的 RQ正傳是概括性的 狂人日記是概括性的 也有反諷的意思 春風沉醉的晚上是一個 非常美麗浪漫 這個情人節 這樣的一個氣氛 可是呢 兩個人的愛情是完全不可能 最後的結尾是非常悲慘 那這個小說顯示了 約達夫創作的另一面 我們這裡稍微提一下 請大家記住 我過兩週要講矛盾的小說創造 在那個時候 我們會把這幾部小說串起來講 因為它連成了五四作家的愛情小說 是中國裏面的教育啟蒙主題 這個請大家先按下不表 關於約達夫目前我就先講到這裡 因為其實約達夫有很多可以講的 但是時間有限 我們一定要去去到這個女作家的這一類 有一個現象我必須跟大家重申 就是現代文學裏面的女作家 很可以分成兩類 有一個事實 我們不能說從性別其他角度來講 事實是什麼呢 就是說女作家的私人生活 感情生活 跟他創作的關係 比男作家要更加直接 大家明白我的這句話了沒有 男作家 比方說我們剛剛講過鲁迅與達夫 鲁迅與達夫是兩個太不一樣的人 氣質也不一樣 地位不一樣 性格不一樣 可是兩個人寫的女主人公的相貌是一樣的 就是子君的描寫 跟陳二妹的描寫 你們去對 句子都一樣 臉白白的 什麼什麼 有點傷感的 兩個人的對女人的taste是一樣的 這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現象 女作家 男作家有很多 有的人家庭生活這樣 有的人家庭生活那樣 跟他們的作品沒有必然的聯繫 可是女作家有 女作家是兩類 最簡單說 一類是 吉夫一期 幸福到底 另外一個是 五彩繽紛的感情 波然壯闊的小說 套用托爾斯泰的一句話 安娜卡雷琳娜的第一句話怎麼說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幸福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好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樣的幸福 女作家的第一類 畢興 冯遠君 林舒華 林徽英 你看 我給大家數了幾個 這個 冯遠君啊 他的老公陆凱如啊 是寫這個 冯遠君寫小說 《隔離》 《隔绝》 也是五四時候 娜拉出走的 這一類的小說 他的老公呢 是寫中國詩史 是一個中國文學 古典文學的研究教授 非常有名 那林徽英 大家知道 林徽英 這個 徐志摩在這個 Cambridge 我甘願做一棵水草啊 什麼啊 這個這個 追他追得一塌糊塗 這個 但是林徽英 不為徐志摩的愛情所動 很理智的嫁給了 梁思成 梁思成 梁啟超的兒子 建築學家 所以林徽英 後來是 他是從事於美術建築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啊 林徽英是參與 這個設計的 而林徽英 大家知道也是 作家裡邊 少有的美女 這個 以後我們講 沈從文的時候 30年代 我們會講 林徽英 那麼今天我們就已經碰到 兩個一個林舒華 一個冰心 冰心是尤其特別 我們說過 男作家也好 女作家也好 大部分他們都有一個好媽媽 我們上次講過了 爸爸很早去世 那麼 像這個林舒華 他的爸爸雖然沒有很早去世 可是這個爸爸媽媽得 找了很多老婆 所以他的家裡的這個父親 這個形象也是不好的 冰心之所以特別是 他不僅老公好 他不僅媽媽好 他還有爸爸也好 幾乎我找不出任何 另外一個例子了 大家知道冰心的家庭 海軍艦長 丈夫是科學家 對不對 所以冰心 我給同學們讀的一篇超人 這個超人呢 我是有意 放在這個魯迅的狂人日記以後 讓你們讀 大家還記得這個小說 講什麼呢 講一個叫河濱的男人 這個男人看破紅塵 他也不大愛理人家 對不對 他覺得生活當中都是假的 家庭親情也像演戲一樣的 他受了泥彩的影響 其實這個超人的形象呢 我不知道冰心是有意還是無意 其實是有點對應當時時代的 就像狂人這樣的形象 大家明白 就是看著 鲁迅就是相信尼采的 當然冰心沒有說 我是在寫鲁迅筆下的人 但是那是一個潮流 完全可以跟狂人日記 來對照的來看 但那方法是不一樣的 狂人日記是看破一切 要打倒一切 冰心呢 冰心這個超人呢 跟你講沒啥用 一個小孩一下就把他感動了 啊 然後母親啊 信心啊 什麼什麼啊 這個轉 思想轉換非常快 思想轉換非常快 超人呢 其實是 西方通俗文學後來有一個超人模式 大家都知道 超人啊 蝙蝠俠了 都有這麼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的 呃 要害點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超人 或者叫蜘蛛俠 或者蝙蝠俠 他 能力非常大 心長非常軟 大家明白 他一定是一個雙面性格的 他的本領非常大 他的能力是硬的 他的心是軟的 跟我們的阿Q正好相反 阿Q是能力是軟的 但我不知道他心是不是硬的 啊 那麼這樣的這種 呃 西方這個超人模式也是一直演 你們想想啊 假如沒有這個超人模式 就沒有他另外一面的話 這故事就不好玩了 對不對 他就是本領很大 那他就是一個 純粹的超人 這個電影就拍不下去了 那麼冰心呢 他就是要寫 他的主要的觀點就是 我在班上做個調查 同學們 我在那大課 我再做一次調查 因為我對這個調查的結果 非常感興趣 就是說 同學們 現在你面前只有兩個人 只有兩個人 You don't have choice OK 一個是狂人 一個是超人 狂人就是魯姓血的狂人 他告訴你 這個世界禮教是吃人的 所以你必須反抗 你不能相信你周圍的人 周圍很多人都是在害你的 啊 另外一個就是 冰心血的超人 超人啥意思啊 就是說 只要你心中有母愛 只要你想想反心 你想想小草 他有幾個法寶啊 大喊 反心 母愛 對不對 這個是他的紅綠藍 這個三基本顏色 然後再可以變換出一些 其他的小花 什麼什麼這種 各種各樣 大喊 繁星 母愛 你的生活 永遠就會充滿 光明的 你們只有這兩個 同學們 你比較接受狂人的同學舉手 比較接受超人的同學舉手 哎 香港這個不錯 一半一半 啊 但是在中國現在文學史上 of course 大部分人都接受狂人 啊 這就是為什麼 中國有有革命啊 中國沒有改良 冰心的傳統呢 後來發揚的比較好的是在台灣 台灣的作家 張曉峰啊 張秀亞啊 什麼齐君啊 那都是冰心犯 大陸呢 基本上就一個冰心 他就一直冰心下去的 別人呢 我告訴你們 我有一年到北京 跟作協的朋友吃飯聊天 他們說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冰心 我問一下老作家有幾個活的 他們說老作家不多了 講了幾個 說身體好的就只有張柯佳 哎呦 我這個是直播的我想起來 下面這段話不說了 OK 但是我可以講冰心 他們說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冰心 我說我 我不認識冰心 他們說沒關係 他說冰心 他在醫院裡 你去看他 即便你不認識他 他也會跟你笑 然後跟你握手 很多人就這個時候拍照 我聽了這段話 我覺得 好殘酷啊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沒有 這個 巴金後來 他要安樂死 但他不讓他安樂死 他一直活到100歲的時候 大家也都很不忍心去看他 看他那個情況 但是那些 那什麼樣的心理啊 就是在冰心 晚年在床上 已經認不出人的時候 跟他去笑著握個手 然後以後把這張照片 不知道放在自己的書裡 還是放在什麼地方 來 顯示他 我總覺得這是 這是最不冰心的行為 對不對 這真是 非常非常可惜 當然了 這個 算了 我這裡不講了 林舒華 秀整 秀整是一個寫得非常精緻的小說 非常短 只有兩段 第一段 你們有冰心 有其他的問題 或者熱愛以後 下課還可以再繼續問我 我有其他 但是關於超人 我們就先討論到這裡 第一段就是這個大小姐 她在秀一個枕頭 秀得非常漂亮 上面有什麼鳥啊 什麼什麼 各種各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王映霞 我見過王映霞 是他晚 就是七八十歲的時候 當時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以一個七八十歲的人來說 長這麼漂亮 看他當年的照片好像也 也就這樣了 大美人嗎 這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 當他老太的時候 那個照片是非常 不是照片了 就真人非常漂亮 秀那個枕頭的目的呢 是為了送人 為了講一個婚事 第二段呢 當時呢 家裡還有一個小丫頭 想要看 因為 對於一個小丫頭來說 這個大小姐地位比她高 做的是一個比她高尚的事情 她非常想看 可是不讓她看 覺得她髒 看 那小丫頭沒辦法 過了兩年 她還在秀 但是原來那個秀枕呢 已經弄回來了 曾經送到一個有錢人家 當天晚上呢 公子就喝醉酒 吐得一塌糊塗 最後這個墊子呢 就被人家在那裡當腳踩 轉轉呢 不捨得丟掉呢 又回來了 小說很簡單 女性的命運 女性的命運 在那個時候 她必須靠一個媒介 來顯示自己的價值 這個價值呢 以取得她的一個婚姻 而這個婚姻呢 決定她一生的幸福 同學們記住 這不 絕不只是中國女性 在那一個時候的 特殊遭遇 你們看那個 英國的那些什麼 Sensibility 傲慢與偏見 等等那些 大家非常喜歡看的 那些英國的 電影莊園裡邊 那些小姐 她們不是秀枕 但是她們是靠一個舞會 大家記得吧 她在這個家裡 多少年等候 終於等到有一個 有地位的人了 她是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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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園的莊園主 她是什麽 她要過來了 她們要開一個舞會 那麼這個舞會上 你要跟她認識 弄得好 這會完成你的一個婚姻 在跳舞之前 都是打聽好了的 這個男的是什麽生家 什麽什麽人 別亂搞錯了 到時候跳錯了 跳到一個馬夫啊 吃雞啊之類 這個張愛玲小說 後來就專門搗亂搞 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雖然 我們今天看英國小說 覺得很美 拍得也很漂亮 可是仔細在想 那女的真是也蠻慘的 就一定是在那個舞會 要決定她的一生 反過來男的也蠻慘的 這男的闖男闖北 最後一定要跑到一個莊園裡 那有幾個小姐 都已經像 像 像什麽 動物一樣 張開著嘴在那裡等你 啊 修枕 另外一個 有意思的 意象 我每次上課都問 在座女生 三重四德 知不知道 三重哪三重 重父 重夫 重子 四德了 四德了 四德是哪四德 男生有沒有知道的 男生有沒有知道的 不知道 德 言 容 功 德言 功容 還是德言容功 德言容 功 OK 大家把這個次序記清楚了 德第一 你要忠誠 賢惠 德放在第一位的 言 言就是少說話 會說話 善於這個 言是說話的意思 不是言直的意思 大家不要誤會 言就是言直了 什麼什麼 去韓國了 什麼不是這個意思 德言容 功 容就是 言直了 就長得好看不好看 功呢 就是 你能不能 做事情 能不能自秀啊 按今天的說法就是 文革老婆包通啊 什麽什麽包通啊 秀整這個意象 把這四個東西 全包括在裏面 為什麼全包括在裏面呢 大家想想看 第一 德 德怎麽包括在秀整裏 同學們 假如你現在要秀整裏 你有個心上人 你要送給他 你在上面秀什麽 啊 秀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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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秀我愛你 嗯 他還要不懂英文 他還要不懂英文怎麽辦 啊 OK 還有修什麽 修一個心 還有呢 鴛鴦 鴛鴦因為他老在一起的 啊 還有呢 蝴蝶 蝴蝶 上次講過了 蝴蝶啊 做什麽事情的 哈哈 還有呢 還秀什麽 想像一下女生 秀兩個人的名字 很有意思 這個問題 再回答一下 還能秀什麽 秀龍鳳 哇 秀龍鳳 期望很高啊 期望很高啊 秀龍鳳 還有什麽建議 花開富貴 哈哈哈哈 萬一這男生很窮的話 看他不像帆諷啊 哈哈哈哈 還花開富貴呢 還有呢 再讓他 OK 我問問男生 男生 現在有人送你一個秀枕啊 可以是秀枕啊 也可以是一個掛毯啊 也可以是一個微鏡充 whatever 送你一個禮物了 你希望它上面是什麽圖案 男生 收到什麽樣的圖案 你會感到 你會喜歡這個女的 或者至少你會覺得 比較舒服 比較開心的 I love you 摇頭 男生 想想看 想想看 男生 不好意思說是吧 假定你一定要收 假定你一定要收 上面希望出現什麽樣的圖案 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 是吧 沒想到 還要想很久 明信片 那太直接了 我知道你們想收什麽 那都太直接了 我們現在要sophisticate一點嘛 對不對 你想收什麽 我想收什麽 我想收什麽 但是我告訴你們 我有什麽東西是我害怕的 我記得有一次 到一個女生的家裡去 她的這個 卧室的床對面 掛了一幅畫 是一支豹 我從此看到她就害怕了 一支豹 就是 我不知道 也許我是錯的 所以她 什麽人假如送給我一個袖子 上面 袖一支豹 或者老鷹 或者老虎 一條蛇 我就害怕了 但是你說什麽 能幽 兩個名字 那又太簡單化 那真是明信片 這又不需要袖花了 花開富貴 會叫我很自卑的 送給花開富貴 你說喜歡收什麽 Anyway Anyway 秀什麽東西 顯示你的美學修養 跟道德追求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裏邊 你看你們都是要麽寄希望於 幸福 要麽寄希望於 鴛鴦愛情 要麽寄希望於美好 真的同學們不會去秀一個 很慘烈的東西 對不對 就好像一條毒蛇這樣 雖然很多人喜歡蛇 這我不知道了 或者是 其實要是人家秀一個小小的狗 也蠻可愛的 對不對 諸如此類的一種 孔雀 不是孔雀 孔雀不敢看 松鼠 那也不錯 對不對 孔雀本來是蠻美好的 但我 聽 自從我知道 孔雀開屏 其目的不是為了讓我們看屏 後面你們都知道 所以我這個 從此看到孔雀開屏 我就 就不行 就算了 拜託了 所以這個 這是德 德 德 德要通過一些 女性啊 非常困難 她必須通過一個非常有限的 受局限的方式 來表達她的道德觀 和美學觀 對不對 這個道德觀就是忠誠啦 忠誠啦 對不對 所以同學們 秀蝴蝶的話 請你三思 你秀蝴蝶的話 這個男生收到這個 I got the message 所以這個是德 言呢 那就是表達 她在裏面 她沒法直接跟你見 那她的用美學的符號 她也是一個言的方法 也是一個communication 那今天來講呢 當然就是 短信啦 微博啦 今天那個社會啊 好是好 馬上什麼都傳 但壞也是壞 以前至少寫信 以前兩個人的關係啊 很大程度上 建立在寫信的基礎上 現在都懶得寫信了 對不對 現在這個信都不高興寫了 現在都是趴趴趴趴趴趴趴 整天都是在手機上啊 所以這個 這個 那個時候是含蓄 是非常含蓄啊 這個 德言 言就是 相貌 相貌 容 那這個容呢 沒辦法直接秀上去 按今天同學們 比較大膽一點的話 就把自己秀上去 對不對 當然穿著衣服 秀上去 這樣 你看 這就是我啊 這是我 當然了 那個時候這樣難度也比較高 大概秀上去也看不清楚等等 最後是功 今天什麼最重要 同學們問一個問題 你今天有沒有秀整 今天有沒有秀整 今天有沒有秀整 今天女同學 你想對一個男生表達好感 通過什麼方式 送什麼東西 啊 圍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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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買的還是支的 上面有沒有畫的 同學們 男生做到了啊 收到圍巾就收到新意了啊 還除了圍巾以外呢 項鍊 項鍊女的送給男的啊 還買啊 一個 女的送項鍊給男的 我怎麼 我怎麼老土觀念好像是男的送項鍊給女的呢 啊 當然了 項鍊是等於是把脖子套起來的一個象征 啊 戒指是把人家手捆起來的一個標誌 這個這個都是錢宗書的話啊 不是我的話啊 送項鍊 還有呢 送吃的 送什麼吃的 巧克力 這送吃的要顯示秀整可是難度比較高了 《大德》 《岩容公》 要都顯示在一塊巧克力上 這個 這個難度是比較高了 其實 現在社會秀整 照樣非常厲害 說實在話 最花功夫的 是颜值 尤其是对女的来说 那一到颜值呢 那就不是说你买什么礼物了 那就是要去韩国了 我们嘲笑那个时代 女的把命运建立在一个枕头上 但是今天嘲笑啥呀 拉开历史距离看 今天的社会 它不是在一个枕头上 它要放在自己的脸上 很多人就是把全部的得严荣功 放在自己的脸上来争取自己的幸福 所以我真非常 这个社会一百年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 反过来我顺便说一句 林苏华是成功的 林苏华的爱情婚姻就是靠袖整的 靠哪一个袖整呢 就是靠这篇小说 林苏华读书的时候 他的老师叫陈元 陈希盈 是跟鲁迅一起论战的 我们上次讲现代评论派 就是胡适那一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家 陈希盈 他在我忘了是北大还是燕京教书 林苏华是学生 林苏华写了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里渗透了他的 德言 荣功 他的美学观 他的道德观 他的文字水平 他的修养 总之作为他女性的很多很多优点 陈希盈爱上了 这个秀者 也爱上了林苏华 而且他们是很美满的 他们结婚就一辈子 后来陈希盈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好像其中一个高官代表 他们长期就住在伦敦 等到陈希盈去世以后 林苏华就住回到北京 他就是属于这个 我前面讲这个最typical的一个情况 这个女性一辈子 喜欢一个男的 一起生活 然后过了很美满的一辈子 后来林苏有个作家 也写了一篇小说 也有一个男的 看了这篇小说以后 爱上了他 有谁知道 这篇小说叫封锁 湖南城看了张爱玲的封锁 敲门 认识了他 but different story 我们稍微休息几分钟 等一下我们讲 丁林 咱们把它换到另外一个 咱们把它换到另外一个 我们下期待 我感谢 咱们一遍 说 还能够 启 我们下期待 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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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人 在上海大学读书 我父亲曾经 认识了两个很重要的人对他生活当中 一个呢叫王健宏 一个叫瞿秋白 王健宏呢 徐秋白呢是中共的第二任 当中的领导 请大家设想一下 两个女生喜欢一个老师 两个女生喜欢一个老师 但是不久呢 徐秋白突然就跟王健宏结婚了 这个结婚对丁玲打击非常大 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他觉得 他喜欢的这个男人抢走了他的闺蜜 尤其是没有过多久 王健宏就生病去世了 而且他去世的时候呢 徐秋白还没有来 徐秋白在闹革命 没有在他去世的时候守在他的身边 更不可原谅的是 徐秋白很快又结婚了 杨芝华很出名的一个女的 徐秋白跟杨芝华结婚了 所以呢 那个时候丁玲是有点怨徐秋白 但不管怎么样 徐秋白是丁玲生活中的 第一个给他指路的人 而且这个路指的 定了他的一生 徐秋白讲了八个字 讲丁玲这个小姑娘 那个时候他只有二十出头 说他是飞蛾扑火 飞死不止 飞蛾扑火 到死不止 大概是这样 总之前面四个字绝对对的 大家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 飞蛾是一种小虫 这种小虫呢 它有个本能 它会朝亮的地方去 所以你要是点个煤油灯啊 你就会发现灯罩上面 撞死了很多 这个 这个 飞蛾 他看到光 他就撞过去 然后呢 这个温度很高嘛 就死掉 很多作家呢 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电灯 在煤油灯前面写作 都会有感于这么一个画面 作家集中写的画面 现在作家有两个 一个是黄包车 很多作家写黄包车 因为他们都要坐黄包车 但是呢 作家跟有钱商人不一样 商人坐黄包车 没心没肺 啊 拉快点 拉快点 作家呢 做是要做的 做上去呢 又同情可怜前面的人 哎呀 跑得这么辛苦 所以呢 作家就写黄包车 胡适 约大夫 这个 这个 我们知道老社都写 还有一个作家喜欢写的题材 就是灯鹅 约大夫也写 灯鹅埋葬之夜 鲁迅也写 这个 这个 举丘白也 因为灯鹅这个东西太 诡异了 大家明白 他 他有点像人啊 自杀 自杀袭击啊 为了爱情啊 为了什么东西啊 明知是死 他还往前撞 徐秋白就是 用这么 八个字 哎 后来丁玲一生 真的是这样 被他全说准 丁玲呢 在 二十年代中期 就 发表了 《沙菲女士日记》以后啊 那个时候 他陷入了一个 三角恋 他呢 喜欢一个男的 叫冯雪峰 冯雪峰 这个人呢 后来是 中共文艺界的领导 跟周扬 一直到五七年 被打成右派 之前他都是 中共的文艺界的领导 左连的领导 叫冯雪峰 参加过长征的 丁玲喜欢冯雪峰 但是谁呢 喜欢丁玲 叫胡野平 胡野平是一个 小量仔 海军 海军军官 好像是 喜欢 丁玲 他喜欢丁玲呢 曾经有大概两年 还是多少时间呢 他是 全部今生恋爱 丁玲在哪里 他跟去哪里 他们同居 但是他们实际上是 就是非常纯洁的 这个 胡野平呢 这个有个好朋友 叫沈崇文 沈崇文呢 了解到他 追了他两年 还那么清白 而且还在 沈崇文这个家伙 他这个 你知道湖南军阀出身 他就说 你不能这样啊 你这样恋爱下去 是不行的 所以后来 终于这个 胡野平就 跟这个丁玲好了 原来 胡野平跟他好 丁玲就愿意 没什么大问题 但好了以后呢 其实丁玲心理上 还是喜欢冯雪峰 这个现在 不是我敢负责任 这个现在很多资料 全公布了 书信啊 什么什么 以前是冯雪峰 这段不大说的 都是丁玲说 啊我崇拜的老师啊 什么 但其实他是一直苦练 这中间还有一段时间 在上海呢 胡野平 沈崇文跟丁玲呢 住在一个房子 楼上楼下 这段很有名的 这个沈崇文啊 很自作多情 多年以后啊 几十年后啊 还老写回忆 说我当初啊 我跟胡野平啊 丁玲啊 我们曾经在一起 办杂志啊 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 吃在一起什么什么 丁玲到老了 就非常反感 就骂 就是说这个沈崇文 因为丁玲从政治上 丁玲觉得自己左派 他看不起沈崇文是右派 所以他就 而且这中间 还有些私人的原因 但其实那是段事实 丁玲的一辈子 太值得拍电影了 丁玲要拍一个电影 或者是什么连续剧啊 非常非常精彩 接下来 胡野平被捕 被国民党枪毙 年纪轻轻 因为他参加左联 枪毙以后呢 据说是冯雪峰的安排 给丁玲找了一个丈夫 叫冯达 这个人呢 才华平平 但是对丁玲非常好 我提醒同学们 注意一点 我们看沙菲女士的日记 我们等一下要详细分析 但我现在跟他提纲截领的讲一下 沙菲女士基本上是讲一个 很多的女人 跟两个男人的故事 对不对 跟两个男人 那是有一个男人呢 是非常喜欢的 另外一个男的是 这个女的非常喜欢这个男的 但是这个男的 对他并不是真心 最后那个女的呢 一把他抛弃了 所以 basically 它是这么一个故事 反正 你会碰到两个人 一个人很喜欢你 你对他妈妈逮 另外一个 你很喜欢他 他对你妈妈逮 OK 两个很喜欢 两个妈妈逮 就构成了沙菲女士日记的 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结构 请大家记住 这不仅是沙菲女士日记的结构 这也构成了丁玲一生的 感情道路的结构 丁玲从那以后 他所碰到的男的 就是这两类 就是这两类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冯达跟他一起生活 这个时候呢 他们被国民党 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因为胡野平 平要枪毙 他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可是国民党抓起来 他被国民党软禁在一个地方 那么这段历史就说不清楚了 有一种说法说 他这个丈夫冯达是叛徒 这是一种说法 这个By the way 告诉大家 这个冯达活得很久 比丁玲还长寿 他后来去了美国 后来又在台湾 他们还生了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 还是跟丁玲 就一直默默的在海外 关注着丁玲的各种 各样的命运的变化 OK 冯达自己是在外面做学者 怎么样的 这是后话 那么当时呢 在国民党这个地方呢 他们说冯达是个叛徒 但是丁玲呢 也的确没有 没有被抓起来 好多人以为他死了 鲁迅悼念文章都写好了 纪念丁玲啊 大家知道鲁迅有一篇 非常有名的文章 叫为了忘却的纪念 柔慈就是跟胡也平一起 左连五列士 这怀念柔慈的时候 鲁迅已经以为丁玲去世了 可是丁玲过了三年 又跑出来 跑出来呢 他就 那个时候他碰到 从长征回来的冯雪峰 丁玲就跟冯雪峰说 当然是秘密的见面 说他说我想到延安去 我想离开上海 结果呢 共产党地下党安排 把丁玲送卷安 现在叫治丹县 这个故事你们应该知道 红军长征的时候 跑到了陕西 而陕西这里独立的 有一块红色的根据地 负责的人是两个 一个叫刘志丹 一个叫习仲勋 大家明白没有 刘志丹习仲勋 当然这两个人后来 都倒霉的 多年都是一直被批的 但是当初年纪都很轻啊 这两个刘志丹习仲勋 就通过涅干弩 当时地下党安排 去到了延安 我对这一段历史特别感兴趣的是 因为我在八十年代 采访过一个人 叫陈启霞 尔东城 启是启鹅的启 霞是采霞的霞 就我在霞村时候的这个霞 名字下女的实际上是一老头 他那时候 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 陈启霞是副主编 这个解放日报文艺版是啥性质呢 当时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报纸 就是解放日报 所以等于是当时的 中宣部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大家明白 或者当时的 行文不通啊 现在人民日报 解放日报就现在人民日报 那就等于人民日报的文艺版的主编 陈启霞 跟我描述 他们当初千辛万苦 离开国民党的占领区 离开大城市 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 的情景 有一个故事我特别的感动 他说他们 一直不知道是否安全 在国民党什么东北军的保护下 终于到了一个地方 看见一个boy 头剃光的 前面一撮头发 像现在很fancy的 有些明星这样 大家明白 头是光的 前面一撮头发 但这个是红小鬼 这个是延安时期的红小兵的标志 拿着个红鹰枪 那这个车上都是一个大车上 都是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这个车上后来会有什么 颠知灵啊 何其方啊 周扬啊 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去的 他们一看到这个红小鬼 他们就高兴的从车上跳下来 趴在地上 亲吻黄土 请同学们设想一下这个场面 大男老爷们 女人 趴在地上 亲吻地上的黄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千辛万苦 终于到了革命的地方 大家明白 但是这个动作很奇怪 正常的人不会做 对不对 正常的人 你说我们亲吻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亲吻 对不对 亲吻是要留给最亲爱的人 除非是什么人拿足球冠军 拿个奖杯亲吻一下 对不对 或者刘翔亲吻一下 那个110米篮的篮杆 否则不会亲吻的 知识分子不会亲 农民也不会亲 有没有见过一个农民去 kiss土地 不会 林凯姆维了 农民知道这个土里边有份啊 大家明白吗 所以有时候知识分子的行为啊 在农民看来是很很搞笑的一个事情 我去过湖口 黄河边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瀑布下来湖口 他们告诉我个故事非常有象征性 说有一年黄河大河唱 搬到黄河边上演出 你知道黄河大河唱 中国革命的作曲家两个人 一个是四个耳朵 涅耳末国歌 另外一个叫显星海 显星海就最有名的就黄河大河唱 风在吼 马在焦 你们都知道这个保卫黄河 可是呢 他们为了要表示这个黄河大河唱的力量 就把它搬到黄河边上去演出 当然这个音响效果就成问题了 更大的问题是他要当地的农民来听 农民说这天不用出宫了 大家就跑来听 那农民也就坐下听 坐下听就闹笑话了 因为黄河大河唱里边有一段著名的朗诵 这段朗诵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朋友 你到过黄河吗 你见过黄河吗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一讲了就搞笑了 朋友 你到过黄河吗 那些农民 啥 你见过黄河吗 当然见过 还有你说 我们天天在那里撒尿 演不下去全乱了 大家明白 这故事说明啥 说明那些乡土的革命的符号 都是给城里人看的 大家明白 真的农民 陕北的农民才不会趴下来亲吻黄土 可是 说明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那种对革命的向往 丁玲 我最近还做了个讲座 所以这一段故事非常熟 我告诉你们 丁玲到保安 第二天 中央改参开欢迎会 什么级别 周恩来坐在门槛上 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叫张文天 主持欢迎会 毛泽东来 说我今天刮胡子了 头发没剪 邓颖超还唱京戏 毛泽东为了欢迎丁玲 还专门写了一首诗 什么昨日 什么文夫 文什么 今日武将军 什么什么 诸如此类 就是 毛泽东 一辈子专门为一个作家写一首诗 这是唯一的一诗 那个时候 毛泽东跟赫志争的关系已经不好 江青也还没来 毛泽东对丁玲非常好 丁玲到了很多年 很多年以后写回忆说 那是我一生最光荣 最受宠的一天 可那是很多年 很多年以后才知道 当时他不知道 毛泽东问他说 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要当红军 就派他到前线 到了前线 丁玲 很多将军对他很好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是一个 作家关系呢 还是因为毛主席的面子 彭德怀啊 贺龙啊 什么杨尚坤啊 什么 反正后来那些将军元帅 都跟他很好 他就最喜欢彭德怀 还给毛主席发电报 说彭德怀怎么好 怎么好 这一段啊 当然了 你们可以去网上自己查了 故事 我们收发看到了 丁玲喜欢的几个男的 瞿秋白 冯雪峰 毛泽东 彭德怀 这些都是在他上面的男的 但是真的生活的呢 胡叶平 冯达 陈明 陈明是他在延安 认识的一个比他小 我忘了比他小多少 小十几二十岁的一个男的 当时陈明只有二十岁 丁玲三十多岁 小十几岁 陈明跟丁玲结婚以后 一直到丁玲的老 一直照顾他 非常好 后来丁玲做右派 丁玲去世以后 有任何人写文章批评丁玲 陈明就出来给你打官司 所以我上次刚才讲的 沙菲女士的日记的两个类型 丁玲 丁玲是真的女权英雄 大家知道 不过他在延安呢 受了很多的委屈 他也创造了最好的成绩 延安时期的文学 写的最好的小说 就是丁玲的 他有两篇短篇写得非常好 一篇叫《在医院中》 一篇叫《我在霞村的时候》 我因为这门课讲不到四十年代 所以我这里提一提 我在霞村的时候 是应该可以拍一部电影 如果给李安拍 拍出来大概就像社界这样 可能比社界还好 我在霞村的时候讲什么 讲一个女的 农村的一个女的 年轻的 被日本人抓去了 强奸了 强奸了以后呢 就被日本人收留在那里 做慰安妇呢 或者是情妇 就是接规两者之间 反正她跟很多日本人有性关系 与此同时 这个女的呢 是八路军这边的间谍 弄情报 大家看清楚这个故事了吧 然后这个女的得病了 得了性病 回到家乡 一病 小说就在这里开始 我是一个工作队的主员 女的就是 这个女孩子 村庄里的乡亲们 对这个女的怎么样 大家能想象到吧 对这个女的怎么样 对 这是被鬼子碎过的人 而且还睡出病来 大家明白吗 然后她原来有一个说好的老公 定亲的老公 组织上说你一定要跟她继续好 那老公也不能表示不好 但是实际上呢 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这个女的呢 还很开朗 把所有的委屈都压在心里 但是呢 跟这个主人公我来讲这个事情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大家想想这个故事后面的分量 民族 革命 性别 什么事情都架在一起 而且女性 成为一个民族战争的战场 这是不是跟色界很像 跟色界很像 这个可以拍成非常好的电影 丁林呢 在延安呢 除了主编 丁林 主编那个解放日报文艺版之外 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三八节有感 这篇文章闯过了 这是一篇杂文 这篇文章 它是讲什么呢 它是讲 在延安啊 男女也有不平等 社会也有不平等 他其中的就讲了一段 说有些啊 有保姆的同志啊 他们说一星期啊 跳一次舞啊 是最卫生的 结果呢 他们跑到哪里呢 人家呢 都跟在哪里 看热闹 大概是这样的 后面几句我不一定准确啊 这段话讲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的这个 说一个星期 跳一次舞 最卫生的 这句话谁说的呢 大家猜得出来吧 在延安 谁说的呢 江青 大家明白 隔了一年多 丁玲 打仗 在外面 这一年多的时候 蓝平 是个演员嘛 到了延安 然后他跟毛泽东 在一起了 贺之争已经送到 俄罗斯去了 然后你这句话 就等于在讲 第一夫人呢 大家明白 所以呢 开始就批判丁玲 丁玲就去找毛泽东 因为丁玲 想要毛主席 对我很好的嘛 他就去找毛泽东投诉 他的意思说 我没有什么错 我这个只是写个文章 这个毛泽东说 你就不懂 他说你现在这个时候 你看看王正啊 贺龙啊 他们都是政治家 他们就批评你是错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来写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打仗 跟日本人打仗 你这个报纸 是共产党的官方报纸 要送到前线去 八路军新士军都要 都要看 大家看着丁玲啊 比较理解我这个说的话 想想毛主席怎么对他说话的啊 军队在前线打仗 收到报纸 报纸上在骂我们的领导 你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丁玲就开始写检查 尤其是1943年 那个时候叫一个叫抢救运动 延安整风啊 这个香港同学都应该知道 康生在当时就是要抓特务 丁玲呢 之前在南京这一段 跟冯达这一段 就是被国民党软禁这段历史呢 拿出来审查 哎呀 审不清楚 就说他到底是不是叛徒啊 到底是不是特务啊 什么 审到最后 当时的组织部长陈云 大家知道陈云是中共的一个领导哦 不是我们这里的陈云哦 跟邓小平一样大的一个人物啊 叫陈云 当时他在延安市组织部长 最后陈云说证明丁玲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也保护他 他说丁玲还是好同志 所以把他 但丁玲当时已经搞得就是 自己写检查日记里 说已经承认自己反党 脑子搞乱 从此以后丁玲的文风就改了 丁玲文风改了两次 第一次是沙菲女士日记那种写法 到他参加左联的时候 他已经改成写革命 已经是文风一大变 等到他到了延安 他写这个我在辖村的时候 又写得很好吧 一被批判以后 他后来又改 不过有才的人终究有才 他再改写出来的 一个长篇小说 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很厚的一个长篇小说 比当时所有其他的革命作家都写得好 得到了一个叫斯大林文学奖的二等奖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就是共产党就什么看苏联嘛 苏联得的奖就是最高的奖 所以到今天为止差不多是中国作家除了诺贝尔奖以外 这是最高的国际奖项 所以丁林在党内 在文化界有地位 但是也受人计 曾经有一度 他们文学界挂的像 鲁迅 郭沫若 毛顿 丁林 四个像挂在一起 后来就被人批评 所以丁林在49年以后 丁林他主要是因为他跟周扬这一派不好 请大家记住 这跟冯雪峰有关系 跟刚才讲的这个他喜欢这个 冯雪峰是跟鲁迅关系比较接近的 冯雪峰 胡峰 巴金 这次都是鲁迅的这一派 而周扬这一派呢 是毛顿啊 郭沫若啊 其他的那些文化人 党内是有两派的 丁林是偏前面这一派 所以呢 他在49年以后 他的地位就没有周扬高 他到了五六年的时候就被变成反党集团 他不像很多的人是在文革的时候才倒霉 他比他们提早十年到北大荒 很苦 你们看他是04年出生 所以到五六年变反革命的时候 他是52岁 从此以后他就是一直劳改啊 很苦养猪啊 倒是有一个他的那个住的那个兵团的司令 叫王政 就是延安的 大家知道开荒 三五九旅 南尼湾的这个解放军的将领 报庇他 他说丁林 我们照顾你 不要你太辛苦 但是他一直是有玩 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当初三十年代的这个 但是丁林跟其他作家不一样的一点是 其他作家到了文革以后 大车大物 比方说周扬 他们都说文革是错 都说几十年的路线是错 我 我在1985年参加过起草这个胡玉兹的一个报告 关于约达夫 那个会主持的人是叫夏衍 大家知道夏衍就是四条汉字 就是跟周扬他们这一派的地位很高的 他主持那个会啊 本来他主持人只要讲五分钟 可是他讲了半个多小时 把下面的其他的负责的人都看呆掉 为什么他讲半个多小时 他忏悔 都没想到 他说我们当初对约达夫不好 我们左连当时太左了 我们对约达夫很不公平 就老人啊 忏悔了 几十年以后 没有叫他说的 他自己忏悔了 周扬这一派 他也都是这样 可是丁玲呢 丁玲据说啊 他平凡以后 他说他对他的 孙子这一辈啊 绝对不跟他们讲文革不好的事情 他说我要是跟他们讲文革不好的事情 会动摇方面 会动摇他们对党的信任 现在 同学们想起了棘秋白最早的话了吧 什么叫飞蛾扑火 到死不死 这是叮铃的一生 我们回到他最早期的沙菲女士的日记 这个小说之前我们已经接触了三个女性 同学们在三个女性的道路上挑选都很难挑 一个是大小姐秀枕 最后婚姻得不到好了 第二个是子君跟了一个读书人的没有钱 出去同居了一阵回家回不了 还有一个是谁来的 沙菲 这些女性她们都有个共同的背后的一个形象 就是Nola Nola是Ibsen 是这个挪威的一个剧作家的一出戏 戏的题目就叫Nola 这部戏的内容在当时影响非常大 我看过这部戏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个女的 她的老公很有钱 但她老公的钱呢 来路不是太正 而且是靠了这个女家的一些方法拿到的 女的发现自己在家里呢 是一个花瓶 没有什么地位 所以最后女的呢 就离开了这个家 这个剧本的最后 这个非常有名的 她就推开门 走 碰把门关上 所以当时在社会上 胡 胡适有翻译这个话 叫玩偶之家 翻译这个戏 全世界都很有名 那这就叫Nola出走 换句话说 简单的说 这一个女的 家里的男的有钱 但是在家里不尊重她 这个女的走了 跟这个戏一样有名的是鲁迅写了一篇文章 叫Nola出走以后 鲁迅就是常常非常厉害 好 你们让她出走了 可她出走以后怎么办 鲁迅说 她出走以后只有两条路 要么回去 要么死掉 堕落 不说死掉 要么回去 要么堕落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Nola没钱呢 你到社会上的一个女性 你没办法 你自己活不下去啊 所以我们看到子君 就是回去 对吧 那这个就是 以后我们看 潮雨的日出 我们看到那个城白路 那就是堕落 所以这些故事 都有一个大故事的背景 就是Nola出走 一百年以后啊 今天 在中国某些发达城市 Nola都不出走的了 他们千方百计 找人来包了 这一次一百年以后 现在 现在跟他们讲Nola的事情 很难理解了 哦 难了 给你钱 家里很舒服 你还要出走 左面呢 对不对 他说你这样不是很好吗 很多人千方百计 还想找一个 想做一个Nola 但这个一百年前的时候 就争取女性自由 沙菲女士 大家看到没有 她是一个 出走的Nola 她不需要靠男人 这点大家很羡慕她 对不对 她这个桌啊桌啊 No桌 No呆啊 她桌要有桌的本钱 你看她看报纸了 喝牛奶了 一会儿搬屋就搬屋了 同学们 对不对 你们现在有那么容易吗 你说我现在住在屯门了 太不舒服了 我搬去九龙堂了 我综艺的男生在城大了 我搬到九龙堂去了 行不行啊 她行啊 她是有点钱的 对不对 但她又不是那种 有钱人想赚钱做生意 不是 她是个文艺青年 所以呢 她有了恋爱 有了婚姻自由 哎呀 我跟你讲 有了自由 也有麻烦 大小姐 是没有自由的苦 子君 是有了自由 选择了以后的苦 这个沙菲 是有自由的苦 这个小说当然了 在文学史上被人一再的提起的 很重要的原因 它是中国现代比较早期的 女性主义的文学 我有两个朋友啊 一个叫 他们写了一本书叫 浮出 浮出 浮出历史地表 戴景华现在是北大的教授 说明教电影了 常常有时候来岭南 很受欢迎的一个教授 孟悦是我在美国UCLA的一个同学 他本来是北京打排球的 现在在加拿大教书了 他们这本书是讨论 从女性主义角度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最早 最成功的一本书 只是这个题目起得比较隐晦 所以在书店里常常被放在地质地理这一类的书 地质地理这一类的书里 常常也是我们现在的书店的营业员 他们很自作聪明的 杨将有一本书叫春泥吉 春天的泥土 春泥吉 我后来是在什么土壤 农作物 这一堆里面找到的 张贤亮更妙了 他有一本书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我是在医学类的书里面找到的 这个是在地理书里面找到的 所以你们以后出书的书名要想想清楚 他们呢就非常称赞丁林的这个小说 包括这个香港有个学者叫周雷 他在美国现在教书的 应该是Duke University Rate Child 他写了一本英文的书 里面也是讨论丁林的这个小说 丁林的这个小说翻成英文 我在这个 他在UCLA前面有一条路 Westwood跟Rochester这条路口 当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那里就有家书店 叫Sister Store 我糊里糊涂不知道 我就进去了 进去里面就看到丁林的小说有翻译 王安逸的小说也有翻译 后来我告诉台湾的同学 我说我说我今天看到这么一家书店 我说他说你敢进去 我说我为什么不敢进去 他说这家书店一般不接受男的 是个非常激进的女性主义的一个书店 他说你男的进去 一般通常是就是不被赶出来 至少人家也是对你很不友好的 我说我好像没有什么 我进去我看了半天 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对我不友好 后来那个美国人拍了拍我的肩 对我极大的侮辱的说了一句话 They don't consider Asian man as a man 真是宝媚 但这家书店现在不知道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 美国的激进的女性主义 丁林呢 为什么丁林这个小说那么受英文翻译 为什么受女性主义主义 因为它里面有两次的颠覆 它有一个双重的角色颠覆 第一个角色颠覆就是跟这个伟弟 大家知道这个伟弟是一个什么样 是一个心底很善良 对不对 对他非常好 但是人呢就没有这个女的那么聪明 对不对 也没有那个女的那么坚强 对不对 他把我们平常男女的一个最基本的模式 给颠覆了 这个最基本的模式就是 男的是素 女的是花 或者是男的要坚强 要要要要strong 女的要温柔 女的要找到一个男的 你看我们从小 同学们这点女性主义的基本知识知道 女性跟女人是两个概念 女性是天生的 女人是后天造成的 这个Demonshipova第二性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换句话说 女性是女人的很多特点是后天造成的 并不是你一开始的 家里有一个嘎杂 你在很小的时候 很可能你的弟弟很害怕 而姐姐 啪拿一个拖鞋就把他打掉了 当你姐姐这样打掉的时候 你的妈妈是不会表扬你的 明白没有 你妈妈就会说什么 哇你这个女孩子 你怎么这么粗鲁呢 对不对 但是要是你弟弟这个样子 他 你弟弟吓得躲在旁边 那你妈妈会怎么说 哇哇哇 你也boy了 你弟爷 那你的弟弟其实心里非常害怕 但是下一次他就得战战兢兢的举起那个拖鞋 Be a boy 对吧 打下去 家里的人称赞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训练 反过来女的要是打得太快了 弟弟还不敢动 女的又把他打掉了 家里的人看到你 哇你怎么塞累啊 你将来啊 你将来 大家知道男女性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所有小说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模式 就是男的强女的弱 你们看春风沉醉的晚上 你们看这个子君跟娟生 对不对 都有这么一个模式 你们看电影的海报男的高女的矮 对不对 女的抬起头来 男的低下头来 对不对 要是倒过来的话 我们都觉得别扭 对不对 他把他倒 伟弟 你们知道他年龄比他大还比他小 大四岁 那为什么叫伟弟呢 为什么叫伟弟呢 他主要是知道多少年以后有个药厂 要发明那种药 开玩笑 开玩笑 真的 他要是这样乱起名的话 我们都没法教了 对不对 我们的课都没法上了 对不对 这叮铃就是有远见的 这个早就知道了 这个 所以他明明比他大四岁 可这个男的老哭 男的为什么就不能哭呢 我这个就在座女生 我来问一下了 在座有没有女生能接受男的能哭的 但你也可以爱她的 有没有 很正常 我举手都是这样举的 都是这样举的 这个问题太容易了 给你们难一点的问题 你们碰到像伟弟这样的人 你们会不会喜欢她 同学们 在座女生 你碰到一个男的了 男的对你忠心耿耿 吃胆忠心 忠心耿耿 意思是一样的 总之 他要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不是 倒了 你 对 这个讲错了 你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 还爱哭 你们会不会跟这样的人好 多少同学会 就是伟弟 就是这样不行 真的就这样不行 会不会先留着 烧举 烧兵 我觉得香港同学这句话 非常精彩 烧兵 烧举兴 烧举兴 是吧 烧举兴 看下 将来 对 对不对 OK 还有一重颠覆 就是灵机士 灵机士颠覆在哪里呢 OK 来了个华侨 亮仔 很高 女主人公怎么写他 哇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的 是这么漂亮的 对不对 然后他想 他想做什么 大家 大家记得这个小说里怎么说的 我不记得在哪里了 但是反正他觉得他这个像一个像个苹果是吧 他觉得这个男的的这个 OK在这里了 我将怎样形容他的美呢 固然他的其他身躯 白嫩的面容 薄薄的小嘴唇 请看他形容他 白的面容 薄薄小嘴唇 柔软的头发 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 可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 拨不到的风仪 煽动你的心 等等 我看见两个鲜红的 嫩逆的 深深凹进去的嘴角了 我能告诉人吗 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 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 而我知道 在这个社会里面 是不准许任我去取我所要的 满足我的冲动的 我的欲望 这无论于人并没有损害的事 我只能忍受着 低下头 默默地念那名片上的字 灵极是新加坡 在座 我知道我问这个问题也白问了 但是我还问一下 在座女生 你有没有会见到一个男的 然后产生一个 哎呀 这个他那个嘴唇 两个小东西 我好想要闻一下 吻一下 你们要什么 给他闻声啊 就算在今天 女生就算想 她也会deny 会把她压到潜意识里面去 对不对 你们会在自己的微博 自己的博客里写这些吗 所以你想 这个是在一百年前的 差不多九十年前 这又是一个颠覆 这个第二层的颠覆是什么 就是说 男 进攻女是性 女 吸引男是识 靠吃 他把这个模式也给他颠倒 他赤裸裸地描写女性的性 毫不羞涩地来写 女性的 这个 追求 所以这是丁玲的小说 在早期达到的双重的颠覆 当然了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他这是他早期的小说 他后来的风格变了好几次 但是 我个人觉得 在我在霞村时候的这种小说 是等于是沙菲到了延安 大家明白没有 就是一个 这么一个柔润的 敏感的 这么一个知识的女性 当她到了黄土高原 当了残酷的战争背景下 她能够注意到的东西 毕竟是与人不同的 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约拉夫没有出现这么大的进步 约拉夫的成轮 是他一辈子的 而沙菲 是到延安的 虽然这个作家的晚年是令人感叹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 丁玲啊 这个沙菲是到延安的 这是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 他的贡献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可以赶上正常的日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